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心收費驗抗體風波 指揮中心後來討論出四點共識 包括醫療機構必須通過衛生局核可 有意思症狀也應做PCR檢驗 另外檢驗報告需載明食藥署核可試劑和方法 還有收費標準需要經過衛生局核可 北市衛生局也說核心有四間 提出收費標準申請 衛生局已經核定價格 正代核心回復確認 收費驗抗體就能正式上路 不過醫師還是提醒 他本來在所謂的血清抗體的這個生成率看起來的百分比就將近於百分之九十九點八 以這個網紅他去驗的這個抗體的量來講 我們只能說符合我們可能以他的研究報告來講 是符合相對的預期而已 可是這個預期的結果並不代表說他能夠告訴我們額外的資訊就是他的確能夠提供到什麼樣程度的保護力 驗出抗體數值並非就代表疫苗實際保護力 高端雖近期登上期刊 推股保護力最高能達到九成 但實際數據 撼對重症死亡保護力多高 恐怕還得等做完三期才能揭曉 三星 五星 三星 五星 六星 頭到